中国发展和改进武器装备 不针对任何国家和特定目标 不会对任何国家和地区构成威胁 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对于中国航空母舰的后续发展计划 我们将按照国家安全需要和装备技术发展情况综合考虑 需要强调的是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决定了中国始终不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